我怀疑我没有证据 我跟你们说过 我几年前就说过 因为我亲自的多次听到共产党 包括青岛的舰 这整个的潜水艇舰队 他们都当面说过 对台湾搞在这几次地震 不就玩球弹了 大不了他说 你看把南边的震掉 震不行北边震掉 留在中间那一块 他不就撒球了 还有一个 他说如果美国还想打 咱就把美国的打仗给他打出地 用美国的导弹给他打出地震来 然后说我控制在7.3以下 台湾就是半飞 我过7.8台湾基本就完蛋 他说你可让台湾趁到岛里去 也不能变成美国的航空 说永入不趁的航空母舰 这是当时这基本上 不是一个人说两个人说 2007年习近平 还没当上总书记的时候 听说跟军队人们开会 就是当时那个国防部长 那个在喝醉酒 还有那个在那个经济病院闹事之后 习近平已经大权在握了 实际上来说 已经差不多了 那时候已经是郭伯雄许才 也就威了 听说谈台湾 习近平第一次暴露自己的目标 非常清楚的告诉大家 说台湾这个问题 必须在 就是我这一任内必须解决 就新时代必须解决的问题 能打解决 能够谈解决 不去打 能少打 不多打 但是啊 时间绝对不能给他 反正你得回来 如果美国 美国或西方任何国家参与 那我们就毁了他 绝不能让这个台湾成为 卡在我们嗓子的西方的 所谓的战略的 永不沉落的航空母舰 不能变成美国第57个州 这是习近平的原话 到今天为止 习近平从来没改过 整个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 发生之后 咱内部的战友说 习 喜出望外 并且说 俄乌战争在前 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要版 我们好好研究 更证明我们要快打很打 不惜一切代价的打